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请出这个星球上第一位测试者 欢迎 OK 国际惯例 在时间开始以前 让我们采访一下这位幸运儿 谈谈理想 谈谈人生 请问 你们蟑螂得了脚气怎么办 退不要了 别着急 我还没收闻 八条重新长 OK 那么我们实验就要开始了 下面我们把受试者塞进去 啊不是 请他坐进去 咱们的测试时间是两分钟 总共是八万转 由于我们这位受试者平时吃的太多也不锻炼 所以这个座位对他来说有点大 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把它塞坐进去 好 让我们开始实验吧 电机转起来 由于咱们这是四万转 所以这个支架呀支撑不住 我只能右手抓着 摔出去了 看来我们还是要加固一下 这个空灯有点大 围上一圈 爱的透明胶 再来 这转速也太高了 我手都抹了 哎哟 哎哟 又哟 又哟 太难抓住了 手都抖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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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其实刚才最后的画面呢 我没有放出来 相信仔细的朋友呢 已经看出来了 刚才发生了意外 那么现在我们找一个小一点的小墙 给他多贴两层透明胶 希望不要再发生意外了 能够平安的做完我们的测试 OK 剃好了 两分钟电机转起来 电机刚起步啊 也是摇摇晃晃的 我的手啊 不能完全抓死 稍微松一点 让电机找到 轴行点的角度 速度也太高了 我的手就是麻的 听到这个声音 就感觉转速已经非常快了 我手已经失去知觉了 就只是这么扶着而已 根本拿不住 到这儿我手已经不行了 没法使劲了都 所以电机现在偏轴 确实我的手已经有点扶不住了 想放下去靠一靠 诶 掉了 掉了就掉了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个几秒钟 我们看一下 在里边怎么样 呦 没死 你自己爬出来 来 思路清晰 还要思考一下 怎么着一个逃窜路线 来 你爬出来吧 来 行吗行吗 他根本没晕 你们发现了吗 转圈的不带转圈的 大家思考 来 我帮你把障碍物拿开 你自由的奔跑吧 来 你们看见了吗 啥事都没有 我逗他一下 来 还挺厉害 OK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提计划实验室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 关注 转发 评论 谢谢 拜拜